市长 市长好 今天是协产基金的解冻案是吗 是 这个我们也知道协产基金啊 这个肩负着照顾弱势的学生的责任 也因为他的住学贷款的呆账逐年的增加 所以造成我们的协产基金的沉重负担了 我请问市长 目前的那个住学贷款累积的呆账大概有多少 住学贷款的呆账 我比较不熟 因为高教的业务我比较没有参与 是不是 是不是请那个包括主席 是不是可以请高教师刘委员 这个委员可以吗 可以啊 刘委员目前累计的呆账到98年9月底址 是有19亿8866万多 有那么多啊 19亿多 那还不起呆账的这个大付啊 大部分都据我了解是集中在私立学校的学生 对不对 对啊 那教育部那个对于这方面有怎样的要解决的方法没有 目前我们除了银行的吹脚之外 那就是我们有成立一个信保基金 那政府的保证成数是八成左右了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目前整个预放比是差不多1.28 百分之1.28 那我们信保这边是会看学生还款的一个情况 还有待账这边的一个清理的一个程序 完备之后 那就会由我们信保基金那边来贷款 所以这个学生住学贷款当然也是很好的 最近有人提说不止住学贷款 包括生活生活的费用都要 这个让学生啊 这个债负一直背啊 这个然后毕业以后要还了 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 我们知道这个住学贷款的这个情形啊 跟我们台湾高等教育那个阶级化的那个形态是符合的 因为现在公立学校啊 由于收费低 对不对 然后享受师资也比较健全 也因此牺牲的那个收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那个成绩比较好的 我们要看到说 为什么成绩会比较好呢 那就是因为在学那个在中念学的时候呢 家里给他家庭教育啊 补习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呢 中统学校以后 这个念的时候啊 那个有钱的人啊 这个成绩就越来越好 没有钱的呢 就越来越糟 所以一大部分的变成是说 有一个歧视就是没有钱都是念那个比较自立学校 然后学费又比较高 对不对 所以呢 到最后贷款的又是这一些 这一些比较这个收入 家里收入低的那个比较贫穷的 所以我认为也是不大符合这个社会正义啊 公立学校是接受我们的高额的补助嘛 然后是全民纳税的吧 但是公立学校学生刚才讲的都是比较 环境比较好阶级比较高的 也就是不大需要我们补助的 结果我们就补助他了 就反倒私立学校弱势的学生得不到补助啊 这个是让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公平 好像截贫继父的感觉啊 你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报告委员 我们在 那次长来讲好了 改善方法 这比较这个比较高层那个 我们这一方面 第一个在 私立高中子这个部分啊 我们从96年度开始 就加额补助经济弱势的学生 因为我们知道65%的孩子 多负担四倍 比公立比较四倍 不需要还 那是一个 那是补助给学校还是补助给学生 以学生 学生为对象 所以拉平公私立高中子的学费 让他公共化 这是我们教育部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么明年度 原住民的学生 就读公私立高中子 它是免纳学杂会 免纳学杂会 那那个是学杂会 那就是如果贷款的部分 那个利息的方面 如果处理呢 这个地方 我们协调相关的往来银行 对贷款的利息呢 已经在利率方面降低到 现在是多少 降低到多少 1.55 目前已经交定到1.55 1.55算高还是算低 我是不晓得 因为我没借款 比起以往算是很低的 很低吗 以前是超过13 甚至超过 比如说1万块还多少钱 百分之1点 1.5 100 那个市长 我们也不要去跟他算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 这个私立学校 就是私立学校 就比较穷的学生 念的 毕业以后啊 他要去找个工作 私立学校毕业 看公立学校 到底这个找职业 那个出去也有差别 可能以后的贷也不要低 所以要还款也是个非常的辛苦 我们如何让他的贷款利息 最好如果免 当然免的话也不行 因为他也不会做亏本生意 尽量的去调 还要在这方面再加努力 好不好 那另外啊 协产地的问题啊 那我们凭证室啊 最近不是你们有一个 有首席的台北商专 要搬到那里吗 知道这事吗 哪一个 凭证 对 我们台北有一个学校啊 是不是 我们记职师的同仁回答 有这样的规划 快点 我时间很宝贵 是不是有要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要搬进去 张伟 什么时候搬 这个学校 定案了吗 学校正在规划中 不是 是哪个学校 台北商业技术学院 台北商业技术学院是国立的嘛 对不对 搬到那边 那个地是给他无偿的吗 对不起 包括委员 因为这个不是我主管的部分 谁主管的 但是我知道 我们另外一位委员主管 是我们记职师 没有错 记职师啊 什么时候要搬 你不知道 知道有这样一件事 对 有这样一件事啊 那什么时候要搬 这个规划的时候 面积有多少 然后什么时候动工 然后 那个规划以后 那边要容纳多少学生 那将来这边台北 如何的处理呢 我希望能够告诉我 我们用书面给委员来报告 好不好 来帮我来跟我说明一下 因为那是那就是我的旁 我家的附近很近嘛 对不对 那乡亲在问嘛 他们也希望早一点能够看到这个学校成立 那我们也希望说真的能够很快的把它促成 好不好 我们请记职师尽快的到委员 告诉我 好 谢谢 好 那次长 自从民进党执政时候把高中国文的克刚的文言文的比例调降 对不对 那减商国文科的上课的那个时数啊 相关的议题就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战场了 教育部公布了 这次公布了99年的那个克刚这个草案了 严领调整现行的文言文比例从45调到65% 对不对 目前啊 这是高低之间 最高60 对 目前办理公听会呢 但是我发现公听会引起了两派的争论了 大部分的高中国文老师 还有大学的教师都赞同把文言文的这个比例调高 甚至认为应该把论文啊 论语啊 孟子啊 还有其他的改为必修 有险就改成必修嘛 这是我看到的 但是同一时间也有独派的人啊 他要把台 就像台湾北社的秘书长姓李的啊 他认为调高文言文的比例就是大中国议事抬头 请问部长 请问次长 你个人认为 到底高中国文的课程的纲要是不是应该调高 你个人的认为 这是教育部 我问你 你个人认为 我甚至可以代表教育部 我们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应该传承 所以适当的一个比例 这是经过专业学者 专案小组研发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尊重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有人认为说国文这个学生的国文能力低落和文言文读的太少 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那既然那个教育部也认为应该嘛 对不对 但是南部的工厅会中有位这个李一言 他说文言文就是违反世界潮流 孩子读多了这种国文没有反思能力 他们专专业的一个结论 是有刚才的一个建议 这样的建议经过工厅会之后 会送到客发会来决定 你刚才讲这一些那个那专案的那个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 是 他在前朝的时候 他的调高率是多少 他认为 那时候是45到50 最高50 现在调高了 那当时的前朝的政府 用他们没有听他们的话 没有听进去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还是现在换朝了 所以他们大声说话了 因为那时候还不定 在96年底还没有决定 所以把国文跟历史两个科 再继续演绎 原来的工作小组 还是继续运作 那么只是中间在政权部长时代 有做一个小小的微调 也不大 变动不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专业讨论的一个结果 市长 刚才你这样微调不大 对不对 然后是专业的 那表示这个在前朝的 这好几年前 对不对 就是这种的那个 95、6年间 94、95、96 但是这些小组啊 在前朝的政府的时候啊 就不敢大声讲话 这也是不对的 像这样子的专业小组也有问题啊 现在呢 就碰到这个 对不对 那时候还是有到各地公厅会 不是啊 接纳各界的意见 对你刚才讲是微调嘛 表示这些人也是让见风转舵 也是不好的啊 我们尊重他们不断讨论的结果 不是尊重的啊 我现在变成对这些小组成员 我是不晓得是哪一些啊 那这在该讲话的时候 这种的事情啊 对这个教育的问题啊 是不分党呗 不分政党 对不对 一切依据专业 教育专业 为什么在五十九十五六年前啊 他现在就微调一点啊 那时候就应该大声的讲 为什么不敢讲 所以这些小组真的也有一点问题啊 那时候他们也有表达意见 只是各界的意见 还是觉得 就是前场你不用帮他言说啦 对不对 延缓啦 我是觉得说 从事教育的 真是良知的工作 依据教育专业 我们依据教育专业 什么 什么教育什么 我们依据教育专业 那我当然知道 我现在是讲说 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员 要凭着良知 那当然 所以当时 认为是对的时候 不敢大声说话 就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你不用帮他说话 对不对 像这种的话 那下次要告诉他 不管是谁执政他 只要是真的是 对这个教育有益的 对孩子有益的 就应该大声的说话嘛 对不对 刚才我听到你说 只有微调 然后就这样子的话 以前就不敢说话 那现在我们的政府这样 他就敢出来大声说话 这是不对的 像这种心态都应该改的 好不好 是 现在时间到 我也不多说了 谢谢 谢谢郑委员